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情形 没有 哪有看到一部经 阿弥陀佛建医院 有医生 有护士 叫护车也没有 从来通通都没有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 比亦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 非常的庄圆 那歌勇赞扬 歌勇赞扬是说明什么 说明了赞叹 赞叹谁呢 赞叹如来 像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头一条跟第二条 怎么念呢 怎么念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怎么念呢 还有什么 就是啊 中风果是教你要天天这样的称赞 这样的尊敬 尊敬谁呢 尊敬我们内心的那一句阿弥陀佛 本有的那句阿弥陀佛 尊重我们本来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既是我心 我心既是阿弥陀佛 你能够对自己有一种恭敬 对阿弥陀佛有一种恭敬 难道你对一切众生不会恭敬吗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如何来赞叹呢 如来来赞仰呢 中风果是用一个简单的告诉我们 就是用你那个真诚心 虔诚的心 恭敬的心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天天在一切处一切时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你从来没有断续的这句阿弥陀佛 一生一役都是以这句阿弥陀佛 落实在你的生活 无论在一切处一切时 所以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等于什么呢 等于在称赞阿弥陀佛 称赞诸佛如来 而且给诸佛如来 过去 未来 现在 最主要的是讲我们自己本身 你要赶快觉悟 所以啊 中风果是下面就告诉我们 停正雷风 你看停正雷风 这句话是什么比喻呢 停是爆雷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 遇到啊 比如说打雷那种声音啊 很响 那个雷啊 就比喻这个 那比喻什么呢 比喻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啊 我们能够称赞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能够称赞 推广 推广好远好远的地方 能够深广 能够推广到哪里 尽虚空变发解 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这样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这个经上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比喻 用什么 狮子猴 有没有 狮子猴要用这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这个心 都在称赞 赞扬阿弥陀佛的功德的地方 而且在每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能够普遍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的 是这样的比喻啊 停证雷轰 说明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的功德 就算用五量节的时间 二十四小时来称赞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从来你都不会称赞完的 它就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等于什么呢 等于在念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当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没有一尊佛对我们不忽念的 这个大家在镜上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这个地方 那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还不念佛 你还念什么 阿弥陀佛的功德 是没办法讲完的 今天你想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 如果你没有把五量寿经 读明白了 学好了 你没办法了解的 你没办法深入 所以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教我们 一天至少要一部五量寿经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你读五量寿经 等于你明白 释迦牟陀佛所讲的话的内容 你才能够对阿弥陀佛不动摇 不然的话 你看我们容易被迷住了 随着自己的习气 阿弥陀佛不念了 又忘了 所以释迦牟陀佛 用一句话来代表 称赞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什么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是真的 阿弥陀佛那个光明不可思议的 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师父上人讲一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 师父在这个美国讲经红法的时候 有遇到一个美国人 这个美国人 他有学过神通的 他会看到人 他旁边有什么人跟着他 他过去是做什么样 他看得到的 然后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要来学佛来念佛 他才讲出来他的这个原因 大家有没有听过 你看 老婆上说 他这个美国人 在美国很多人在学神通 我们澳大利亚也是很多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很多 在这个美国人 他为什么会来念佛学佛呢 因为他看到每一个念佛的人 每一念一句佛号 口中会放光 他口中会放光 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 只是这个光明 看你那个念佛的程度 这个美国人说 如果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越安心地念 越虔诚 越恭敬 心不散乱 这个光明能够普照什么 普照整个大地 是真的 如果我们今天念佛 念得心散乱 阿弥陀佛那个光有没有 有 但是像什么 像蜡烛一样 被那个风一吹 还在我们的面前 像好像什么 扑一下 扑一下 闪一闪的 有光 但是 有区别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的心夜 心清静 心夜安 那整个光明 能够普照整个大地 你想一想 功德有多大 所以这个美国人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些念佛的人 他可能看到什么 诸佛菩萨 在这个天空 什么呢 互念 我们看不到 但是有神通的人看得到 所以你要相信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坐飞机 我好害怕 我该怎么办 念阿弥陀佛 你要把我念阿弥陀佛 没事 为什么 诸佛菩萨互念 你真的念阿弥陀佛 你真正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听说 能念阿弥陀佛的人 常常遇到这个灾难 没有 没有 真正念佛的人 有没有听到 人家听到阿弥陀佛 多大三二道 没有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我亲自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在台南的时候 想要学习经教 很多障碍 我在那个地方 差一点也不想学了 让我一个印象 为什么静中学会的道场 会怎么这个样子 整个印象就破坏了 我要去那边学习 我有一个陌生人 你怎么能够对待我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对待人 让我很难受 我那个时候 那就算了 回家了 干脆解分嘛 娶老婆 真的耶 我那个时候有这种想 因为我在这个印尼 好好的认识了我们师父上人 我对这个净土法门 刚开始我有怀疑 批评 排斥 但是我遇到我们师父上人 为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要学习 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在印尼过得好好的 我干嘛在这样的受苦呢 我真的难受 那个时候 机票也买了 准备要回去了 不想住了 也不想干了 我那个时候 我的父亲讲了一句话 好了 回家了 反正 家门 二十四脚的开着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那个时候打算要回家了 不想干了 哎呀 真麻烦 没想到 那个晚上 两点多 我跟阿弥陀佛诉苦 我找到别人 没有找到人能够诉苦的 跟阿弥陀佛诉苦 然后很累 三点二十分 我坐在那个护法神 就是毁陀佛诉傻旁边 坐在那边 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梦了一个梦 好像看得很清楚 看到什么呢 看到有一位老人家 把我带到哪里去 带到这个山上去了 到这个山上 看到一个庙 这个庙里面 有一位老和尚 领众这些大家在念佛 大概有二十几个人 这个老和尚我不讲 然后呢 我就进到里面的时候 突然间 看到那个花板 有一群的黑猿 那些恶鬼 楼叉恶鬼 很凶的 往你那个身边 去冲 要抓你的时候 老和尚那个时候 叫我什么呢 赶快念阿弥陀佛了 你不念来不及了 我才相信 那个时候 我才念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整个黑猿 这些罗刹鬼 很凶的 这些脸 脸上 很凶的 整个一片 变了一片的光明 那个时候 我才相信 老和尚才跟我说 现在你相信了没有 这些障碍 不要去理会 但是没想到呢 跟大家念佛的时候 绕佛的时候 我就跟老和尚说 我要回家了 当我要转身 要来问讯的时候 我整个看到 这个道场的屋顶上面 很多护法神 饶着和掌 跟着大家 在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当我起来的时候 我的旁边 有一位比丘尼 有一位老比丘尼 现在已经往生了 我在台南 他最照顾的就是他 起来了 刚好四点多 要做早课 后来 我才去问我的老师 这个老和尚的名字 我知道 因为这老夫 他告诉我的 我去问这个老师 他才跟我讲 我才去找他的 这些经书 但是所找到的 都是国语 我听不懂 我看不懂 没想到 隔天早上 来了一对夫妻 是政府人员 在这个健保 这个健保工作的 他来找我 我不认识 他说师父 听说你要学国语 我来教你 我不认识的 所以真的有时候 我在讲 过去老人家常讲 一切都是老天 你最好的安排 我们不要去想太多 从那个时候慢慢的 就留下来了 到现在 所以 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这个光明 是真的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亲眼看到 亲自而经过 这种的经验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这个佛说 阿弥陀经 跟我们讲了一句话 很重要的 是什么呢 一个人能够肯相信 肯念佛 肯发愿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是诸善男子 善女人 皆为一切诸佛 知所互念 是故念佛之人 有四十里光明作生 魔不能放 这个我们道理一定要知道 而且 不仅仅在弥陀经 十网圣经 十网圣经都是讲阿弥陀经了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什么呢 若有众生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愿发生往生净土 彼佛 彼佛就是阿弥陀佛 几前二十五位菩萨 拥护行者 行者就是我们念佛的人 一切时一切处 不令恶鬼恶神 得起遍野 属于念佛法门 如果我们发心念佛 都是藏阿弥陀佛本愿的色素 为神的加持 护着我们念佛的人 魔不能饶 所以停正雷红 这一句 我们一定要知道 不要觉得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小小声 是不是也是这样 无论你念大声 无论你念小声 无论你是默念 都是一样 都会放光 不是说我念大声 那个光灵能够普照整个大地 没有 无论大声小声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自己的力量 是藏着阿弥陀佛的本愿 诸佛的加持 愿力的护念 因此歌勇赞扬 指金融 情震雷红 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 我们中风果师为我们说明 如何在这个净土法门来修学呢 中风果师告诉我们什么 礼尽诸佛称赞如来 你能够把这个两个的精神 落实在你的念佛 落实在你的生活 那你整个修学的方法 就落实了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靠你在念不够 你要行持 看到一切的境界当中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能够尽得起考验 在这个境界当中你不退转 你能够深信地坚定 对阿弥陀佛的相信 那念佛成功了 往生西方净土 你又把握了 为什么 你不会退转了 这个叫做什么 心明日理 歌勇赞扬 紫金融 停振雷红 下面中风果师讲得更不可思议的 下面的那一句是讲什么呢 感应道教不可思议 我们跟谁感应道教 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怎么说呢 请合掌 清凉 清凉月夕 游水皆寒 公得缘 而无三不待 香香渡河 一局 鸿鸣超恶事 家灵出却 清称 家 好 亚 取 因 经文 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了 你能够把前面 能够落实在生活 好好修学 你就跟阿弥陀佛 有一种感应道教 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用很多这些比喻 来为我们说明 让我们了解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念 你才能够感应道教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 清凉月息 有水皆寒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简单的为大家 介绍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如果有讲一些 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最后 祝大家 老实念佛 今天 最主要的 跟大家来讲一讲的就是 人非圣弦 殊能无过 我们每个人都是反复 但是有这个因缘 遇到这个法门 那好好要珍惜 我们非常lucky 非常的信愿 能够遇到这个法门